你想要花钱去龙胸啊 就是做那个胸部的整形手术啊 或者是去整形你的那个鼻子啊 你的脸啊 你的眼睛啊 或者是你的臀部啊 就是那个屁股那边啊 你知道多少人死在手术台吗 有一些很年轻吧 才十多岁 才20岁 有一些人觉得他们需要用整形手术 就是龙鼻子啊 龙胸部啊 龙乳房啊 把那个你的乳房你的胸部啊 开刀啊 然后把这个塑胶的东西塞进去啊 或者是用自己的脂肪 自己的那个屁股啊 或者肚子的脂肪啊 脂肪啊 然后放进去 啊打进去你那个啊 你的胸部那边啊 让你的胸部看起来比较自然 然后比较龙 看起来比较好看啊 我想告诉大家 不要这样做 这些医生 他们不会告诉你 有多少人死在手术台 其实整整容 整形 无论是你要 纹眉 或者是 要做一些小型的整形 整形手术都好 都是有风险的 一旦你开刀 在你的身体上面开刀 都是有风险的 好的 如果没有事情的话 可能 恢复 还比较快 但是一旦发炎的话呢 可能 就是一生 终身就是这样子了 有一个人 他只是为了要 啊 在他的眼睛 从单眼皮 变成双眼皮 到最后呢 一只眼睛闭着 一只眼睛开着 那么 这个就是神经手术的一些后遗症 你花钱去受罪 当人家在你的 当神经医生 在你的身上开刀 他开的刀 敲骨 敲 用那个锤子敲你的身体 敲了之后 你还要给他钱 然后有任何的后遗症 任何的痛苦 全部自己要去承受 其实我们的脸 最好 我们的身体最好就是 自然 没有什么事情 老一辈的人都说 没有什么事情 不要随便乱乱开刀 因为一旦你开刀 发炎 或者有任何情况的话 就是 完蛋了 你的人生就是完蛋了 要不然就是 有后遗症 有后遗症 你本身之后 那个情况 不是很乐观 毁容 更严重的就是 会死掉 会死亡 年纪轻轻 就死掉了 其实 其实 好像 比如说龙胸来说 你把一块东西塞进去 塞了之后 五年十年 你还要把它取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 它有一个试用 一个过渡期的 就是说 每一样东西就好像罐头食品 那样子 它会有 五年十年 或者三年 或者五年十年的那个 那个陷阱 之后呢 那个东西它是会坏的 它是会变粘固的 它会硬化的 那么硬化如果你没有把它取出来的话 你没有把你胸部的那个塑胶的东西取出来 到时候 它就会变成什么 它会爆裂 破裂 然后它里面的 化学的成分 会 进入你的身体 也是想想看 那样子东西是有多么的严重 而且 自己又要受罪 花钱来受苦 又痛 可能 然后又要按摩 你微动上之后不用按摩 你为龙胸之后 你的胸部好看 大颗大粒 就是好看吗 就算你的胸部有下水的好 其实也不需要 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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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好看 觉得 不应该是这样子 我的胸部 或者我的其他地方 应该是比较好看 其实 其实如果一个人 他自己 我们的美 自然美 美 不一定是说 你要看起来觉得 你的身体很挺 你的 物观很端正 物观很 很有立体感 单眼皮 单眼皮 就单眼皮 双眼皮 就双眼皮 为什么要 为了 从单眼皮 变成双眼皮 觉得好看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特征 要不然他每个都像工厂这样子出来 全部都是新 production 全部都是同样一个工厂出来的 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年来是 不知道是不是钱 太容易赚 还是说 他们最美的要求 就是我要瘦 我要有肤感 我的脸部要有轮 轮廓 稍微晃一点都不行 但是呢 需要这样子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画面 除非是说 你必不得已 可能你的嘴巴 有些人就是关不了 还是什么 他可能就需要多一些小小的手术 但是也不至于说 你要用 这些东西 你要把钱来 当自己受苦 你把那些钱 用在其他的地方 用来吃 你喜欢吃的食物 那不是更好吗 各位营养吗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很多的case 很多人就是因为小小的手术 而死 而死 看了那么多 听了那么多的新闻 难道你不怕吗 就是为了美 为了漂亮 那个美跟漂亮 能够维持多久 五年十年 给你五十年好不好 五十年之后呢 你不是也是 头发白白 其实一个人 他能够自然的老去 是一件好事 有皱纹 是一件好事 你知道有很多人 都不会有老的那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没到老的那一天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就是因为 不只是开刀 可能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车祸 还是其他的事情 所以呢 我想奉劝大家 如果你是为了要用整形 龙胸 整你的脸 你的鼻子 来让自己觉得更加有立体感 更加好看 那你就觉得 你比较 就是 你的眼睛比较短 有感觉 对你的人可能觉得 你会 可能你会觉得 我要有自信 我就需要用整容 这样的方式 整 整清我的脸部 我的身体 来达到 我的 职场的一些 一些交际 还是什么 我觉得你 我献大家 不需要这样子 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要自己照顾好 我们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尽量 可以不必开刀 就不要开刀 不要动刀 如果不需要动刀的话 就尽量不要动刀 不要为了美 而去整形 一旦整形 刀一割下去 你就不能后悔了 有很多人 我看到的例子 有一些人眼睛睁不开 要不然就是 有些 关不了 有些 有些整形过后的眼睛 关不了 鼻子 那个鼻梁啊 它放 把那个 塑胶的 支 放在鼻子里面 但是 那个鼻子 不小心 动到的时候 按到的时候 鼻子 鼻 那个塑胶的鼻 会出来的 会跑出来的 下巴也是一样 然后 有些 就是因为 动了嘴巴 然后开不 它的 嘴巴 关不了 一直流口水 或者流一些浓 然后 颈部啊 胸部啊 也是会有发炎 或者其他的地方 这个是你们想要的嘛 这个 可以是 发生 当 最近 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 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为什么 你知道 会有这种 风险呢 你还要去动刀 倒不如 你 你不要去动刀 哦 让它自然 自然 美 自然的 这现状 就好了 下垂就下垂吧 胸部下垂有什么 有什么到不了 你觉得不好看 会好 是你的 你会觉得 身体健康会好过 你的胸部下垂吗 我本身是这么认为 我本身也是这么看的 身体健康最重要 身体如果真的有缺陷 比如说 啊 比如说 有下垂 胸部下垂 胸部下垂 那就下垂啦 也没有什么到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在意呢 好像以前的人 很多 妇女 都是胖胖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妇女 她们为什么要 吃的比较胖 我 我最近才发觉到 其实 当中的原因 是因为 她们的头 她们需要 用她们的身体的重量 来承受 她们头部 那个 头部的上 那个 装饰啊 那个装饰可以是几公斤的 所以呢 她们为了 要能够 撑住那个重量 她们就 特地吃的比较胖 不是因为她们觉得 啊 可能她们会觉得 胖也是一个 一种美观 瘦也不一定是好看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不要 不要瘦得太 不要太瘦 也不要太胖 然后 身体 把身体照顾好 那就好了 喜欢你的人 她都会喜欢你 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你的人 她就是不喜欢你 或者有可能 她不喜欢你 可能之后 她跟你 聊 交流了之后呢 她可能觉得 她又会开始欣赏你 不是用美貌 来 可能有些人说职场上 在工作上面 需要用美貌 让别人能够记住你 但是 真正的 有谁会关心你的 健康 你的容貌 只有你自己 别人看了一眼之后 就是这样子 看 不好看 美 漂亮 很难 比较不好看 比较不美观 就是这样子 难道别人的一句话 你就会很在意吗 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自己知道 别人 不欣赏 我们也没办法 那是我们父亲 父母 给我们的礼物 我想跟大家说 珍惜自己的身体 珍惜自己的样貌 不要为了 要漂亮美观 去做整形手术 去做龙鼻子啊 龙脸啊 那个屁股啊 脚啊 或者骨头啊 可能你这种 做法 会让你短命 原本可以活到一百岁 你就为了要美 把你真正 减 把你的岁数 减到变成 四十多岁 三十多岁 二十多岁 那么你的美是 是啊 就永远停在那里咯 停在那个时间咯 永远就是在二十几岁咯 也不会再增长了 因为你已经死了